正在施工的工地建築物被拍到其中一段梁柱出现长长一条裂痕 往上一点还隐约可以看到横梁似乎有些微下沉的情形 这是位在桃园市清普特区近年来一直有不少建案在进行 只是日前就有民众发现这个位在高铁站前第一排的住宅大楼 总共大约有500户是大型的社区 但是墙面出现均裂痕迹 旁边的水泥也和其他地方没有齐平 让民众看了担心结构安全 桃园市建管处则是这么回应 强调这个军列位置不是主要的结构梁柱 只是造型梁 因为模板支撑发生变位 才会造成视觉上有下沉的外观 只是基于安全考量 已经请建设公司提出安全报告书 清普特区在高铁进驻之后 就有不少投资客抢着要来布局 加上积节商场相继开通营业 这几年的居住人口大幅增加 房价也水涨船高 新建案一瓶就要价逼近50万元 只是现在有建案的墙面出现裂缝 难免让人看了觉得有些疑虑 而建商和建管处则都是强调安全无余 目前照常施工 TVBS新闻 廖总请中文宣桃源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